定成一个叫秦桑 一个叫秦桑 是这种由来的 所以说,马祖的村民 几乎都是 38年国君来的时候 定出来的村民 像桥子 他以前不叫桥子 他以前叫桥 本地话叫桥 桥就是桥 辅州语把它翻成桥 过桥吧,过桥 我们马祖话就是桥子 所以桥子的地名 也是从这种地方翻语 把它翻成国语,变成地名的桥仔 白沙也是一样 白沙以前我们本地话叫做巴勒 巴勒,白就是巴 白,我们不晓得 科语什么意思 白就是巴 塞就是沙 所以说,以这个母语 定成国语就是巴勒 都是这种方式 武沙也是一样 我们以前叫武勒 武就是武 然后国语翻成武沙 就是以我们当地的 官员把它变换成国语 定下村民 这种方式定出来的 不是 原有村民就叫做村民 所以说38年以后 这个村庄,北干有其他村庄 都是这种方式定出来的名字 好,我现在就把这村庄 里面讲给你们评一下 还有我现在里面坐这边可以看到 你看到村庄有一级五坡 对不对?有一级两坡 什么就是一级五级四坡呢? 像这种方式,你看到没有 上面有五个级 一文件啊 五个级,四个级五个坡 五个级,四个坡 另外这边隔壁这一洞呢 是一个级,一个级,两个坡 两个坡 没有看到?啊啊啊 这种团形 一个是五级,四坡 一个是一级,两坡 但是你们等下村庄过去看 就看得出来 五级四坡,几乎都是大户人家 有钱人家盖了环子 他有一二楼 一级两坡呢 都是以前是全国人家 他没有一二楼 只有一楼 煮饭,睡觉,吃饭,客厅 同路在一楼 所以说一级两坡 以前都是全国人家盖了 五级四坡 那以前都是富有人家 或是大户人家盖出来的环子 好,这个是看着五级 另外看一个墙头 现在墙头都不一样 这个墙头都是 这个墙头都是 从大陆那个 那个石头 切个工工整整拿出来的 那早期那墙头 就看一个乱石器 一个工石器 那乱石器 石头叠出来 像我祖父家他们就是乱石器 那小石头叠出来的 这个都是 比较寒苦的人家 都不是很富有人家 像海盗屋那种 一块一块石头 砌出来的 大石块砌出来的环子 那个都是富有人家 所以等下逛过取密俱落去看一下 就晓得了 早期的环子 你就可以判断 这户人家是富有的 这户人家是富有的 那这个看得出来 那就是看得出来 对 不是现代以前 就是早先 祖先的时候有些 像现代干的环子 那就不一样了 现在还干清水泥亮 你要怎么变 要干几脚 三脚五脚八脚都可以 对不对 那早期不行 早期就是用石头剃出来的 所以你灌取密俱落 只要看这两个 一个看屋檐 一个看石头 这里盖板是政府会补助吗 现在目前有政府的补助 像这个政府的补助 像这个政府补助一百多万 盖八百多万 政府会补助吗 政府会补助吗 要照它的新补助 要照它的新补助